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礼拜更离谱 对吧 礼拜三大涨532点 昨天呢 跌274点 今天又涨个263点 套一句这个唐伯虎点秋香里面讲的 人生大起大落的太快 实在太刺激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股市名言 还涨急跌是多头 暴涨暴跌呢 是空头 对啊 这不是我讲的 股市名言 空头来了吗 空头来了吗 讲到这个问题呢 我先带来一首歌曲 来 黄小虎没那么简单 因为这个问题本身也没那么简单 好不好 看盘没有那么容易 每一种盘有它的调性 剧烈震荡后的抗情 大涨大跌不用担心 赚钱没有那么容易 才会特别让人着迷 什么都不懂的心情 你就用心听 将来会开心 放心 好不好 有时候我们不是说 什么记口诀就好 好不好 这次的行情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去做判断 一下要大涨大跌 对吧 好不好 为什么 还涨急跌是多头 多头 我们来解析一下 正常情况下 来 我把我的画笔 多头通常长这样 这种叫多头 一路往上扬 这种多头 长长长长长长 表示它在创新高 它在创新高 创新高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通常都不敢追 所以说还涨 金金涨的意思 还涨其实是多头 还涨 好 那为什么多头会急跌 为什么还涨 急跌是多头 因为创新高的同时 表示大家都在赚钱 赚钱ing嘛 因为创新高嘛 那我请问你 你是赚钱比较舍得卖股票 还是赔钱比较舍得卖股票 你不要骗自己哦 你赚钱比较舍得卖 还是赔钱比较舍得卖 大部分的投资人 赔钱我就放着 对不对 我可以留给我儿子 当传家宝 可赚钱的时候呢 我看到账面上有获利 状况不对 赶快啊 钱收一收啊 拿了先走 这是人之常情 这是人之常情 所以多头行情当中 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这个伊朗打以色列 伊朗打以色列 对不对 以色列打伊朗 这个中东战争 你会发现杀得特别凶 就杀得特别凶 可是沙盘过后 正常来讲 比如说还涨 急跌之后呢 那应该回到还涨的格局嘛 可是为什么现在变成大涨大跌 为什么变成大涨大跌 因为市场心态出现了分歧 市场心态出现了分歧了 如果是真的 有什么重大利空出现 那没有问题 真的存在重大利空 大家会看利空如何消化 然后评估基本面 所以行情买气 它是会一点一点 还涨回来的 所以是这还涨 急跌的原因 我们讲这个失火理论嘛 什么叫失火理论 假设有一天这个电影院 有人喊 失火啦 失火啦 对不对 大家开始往外跑嘛 可是等你跑出去之后呢 他跟你讲 没事 火灾不严重 火已经扑灭了 你会马上回去看电影吗 肯定不会嘛 你想说真的假的 我看看哪里失火 我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扑灭 你一定观望一下 再决定要不要回去看电影嘛 所以人潮是三三两两 慢慢回来的 还涨 那这次状况之所以不同 为什么这次会有所谓 市场心态上的分歧 因为这次台股急杀的原因是什么 上周五会造就台股盘中 杀了一千多点 原因是什么 中东战局 一下我打你 一下你打我 包含上个礼拜二也是啊 我先打你了 对不对 伊朗先攻击了 然后以色列报复嘛 一天是叠伊朗 一天叠以色列嘛 基本上这两根 对吧 这两根就是他们中东兄弟包办的嘛 好 那这个时候 为什么市场心态会出现严重的分歧 因为第一派人 像我 他会认为说 上个礼拜 台股下跌的利空 已经消失了 造成台股下跌的原因已经消失了嘛 你担忧石油危机 你担忧冲突扩大 你担忧变成世界大战 没了 中东局势降温了 利空的原因消失了 他不打了嘛 他既然都不打了 哪有什么续叠的道理 大家都讲到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了嘛 所以我们这一派的心态是什么 你当然是要趁着这一波 好不容易两万点杀到一万九千多 逢低买股票啊 这是我们众人的想法 那另外一派人呢 他们依然遵循着失火理论 先观望一下 真不打吗 后会明天又来个无人机 下礼拜又来个飞弹 先观望一下 所以 这个看法是分歧的 第一个现象 会出现第一个现象 量能急缩 对 量能先缩下来 因为买盘没有之前那么集中 之前可以动辄四千亿 五千亿的量 现在呢 大概像昨天只有三千多亿嘛 对 前一天 勉勉强要到四千亿 今天也是勉勉强要到四千一百多亿 所以就造成 今天如果没有什么状况 美股上涨 买盘就会冲进来买 然后呢 台股就大涨五百点 可是如果前一天 美股有什么状况 例如说像这个Meta财报 造成美股杀盘 买盘先缩手 买盘突然没有 当然就会大跌 接着昨晚美股又不错 今天买盘又进来 又涨两百多点 所以你发现 最近那个短线课特别惨 短线课是被巴爱巴去嘛 对 一天大涨一天大跌 短线课最惨 可是这种状况 不会持续太久 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 因为市场的认知 最终 终究会一致 市场的认知 最后还是会一致 这些当初曾经获利出场 依然还在观望的人 看到台股 真的没事了 两万点站稳了 对 他还是会回来 他还是会回来 而且我们说 就技术面来讲 你会发现 这几次台股都是V转的 每次的下跌 对 这边急杀 急杀这一根 是不是V转上来 急杀这一根 是不是又V转上来 昨天又给你跌 马上也V转上来 每次的下跌 都能够以V转来破解 慢慢你会发现 三个V正好形成什么 头肩底了 对吧 所以这一次因中东局势而跌 跌完之后 不是还涨 而是呈现大涨大跌 我认为反而合理 反而是合理的 这就是我一直告诉你说 操作它不是背口诀 不是还涨急跌四多头 暴涨暴跌四空头 现在是公头 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要针对每一次 不同的状况 深入去了解之后 你看看现在市场上的筹码 跟心态是什么 你才能够得出 最精准的分析结果 所以说呢 回到我们这首歌曲 也就是因为 赚钱没有这么容易 才会特别让人着迷 你现在觉得说 哇 看不懂 物理看花 你的心情就是 我什么都不懂 没有关系 我的节目 用心听 好吗 你就用心听 将来你就会开心 现在放行 好吗 休息一下 今天财经两大报的头版头条 不约而同的 都是台积电的新闻 好 在这个北美技术论坛 台积电进行 活力展示A16技术亮相 什么叫A16 现在不讲奈米了 好 不讲什么3奈米 2奈米 1奈米 现在我们讲16 放大了吗 没有 以前是奈米 现在是I米 再小一点 所以A16呢 16奈米等于是1.6奈米 更小 更细致 好 这个是工商时报 经济日报也是 I米制成大跃进 现在呢 横甩三星跟Intel 横甩三星跟Intel 所以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这个是会引发 产业革命的哦 那我们以投资者的 角度来说 我们就是要找到 当中的受惠者 对 那确实啦 今天这么大的新闻出来 一定会有所谓 表面上最直接的受惠者 媒体都帮你整理出来了嘛 是谁 矽光子 矽光子 现在大家聚焦 就是在矽光子的部分嘛 好 所以你会发现呢 昨天跟今天的早盘 相关概念股反而是最强的 为什么讲今天早盘呢 来 看下去就知道 13163 波罗威 对吧 昨天还不错 早盘呢 涨上去 最多涨多少 一开盘 涨了快6% 然后呢 留个上线 对吧 前顶也是一样 开高走低 讯星 开高走低 还收跌 或者是我昨天也特地提醒过大家嘛 来 谁 上全 昨天不错 今天也是有创高 可是呢 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为什么我讲说 矽光子是表面 表面受惠 不是说没有受惠 不是说没有受惠 只是说它的受惠是最直观的 最直观 大家都能联想到的 矽米制成矽光子 矽米制成矽光子 媒体通通写出来 你Google都通通看得到 矽光子它依然是受惠 但可能因为这个样子 筹码会乱一点 筹码会乱一点 可是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往其他地方去发想 不见得要一窝蜂嘛 对 往其他地方发想啊 矽米时代会更需要什么事 CoA 对吧 矽米时代是更需要CoA 或者 当新闻告诉你 台积电有这样子的领先能力 它可以横甩三星跟Intel 几条街的时候 它身边的供应链 是不是最受惠 当然是最受惠的啊 好 这个我们真的要 花一点时间讲 因为这个有点复杂 来 你看一下 IP族群 今天IP族群是冲上来的 可是当中呢 我们讲一些操作的逻辑 今天致源 大涨将近要六个百分点 对不对 谷底翻 谷底翻 破底翻 Anyway 资源冲上来咯 力旺 也差点涨停 对吧 涨了9.5%嘛 昨天破底 今天马上拉上来 拉红黑上来 M31 今年大涨了半根停板以上 来 现在教大家看盘咯 不要以为IP股都是OK的 好不好 不要以为IP股都是OK的 很多股票今天它的行为叫做是跟涨 只是叫做跟涨 今天在IP当中真正的主角只有两位 只有两位 第一位 创意 亮灯涨停 第二位 世新 亮灯涨停 我们不是说用涨幅来决定谁是主角 因为这两家公司目前基本上都在台积电投片 他们是最纯粹在台积电投片的两家IP厂 其他你说力旺也好 你说这个什么M31也好 他没有那么纯粹 所以他是台积电最好的合作伙伴 创意当然不用讲 他本身就是台积电集团的 所以你说 不管你是看涨幅 今天他们是涨停板 或者说你去看发动的时间点 你去看发动的时间点 你会发现 世新他一开盘就冲 开盘就先涨 涨完之后 一路往上攻 攻到涨停板 创意也差不多 开高之后回测一下下 然后开始往上冲 也是一样 拉到涨停板 他就锁住了 他又锁住了 可是像其他的股票 对不对 力旺 你会发现他涨 他也没有到涨停 甚至尾盘再拉上去 可是他发动时间是晚了一些 发动时间是晚了一些 他是直到 你看创意 没有办法放大 对不起 来创意不到10点钟 锁涨停之后 力旺才跟上来 然后呢 世新也是一样 不到10点钟就涨停了 其他谁 还有谁 6643 M31 解才跟上来 他都会慢一拍 他都会慢一拍 所以你看涨幅也好 你看发动的时间点也好 你会发现 这一波是创意跟世新带头 其他的IP股 资源 当然更弱一些 更弱一些 他只是叫做跟涨 他只是叫做跟涨 那这一点 为什么要特别提醒你 因为他很重要 他很重要 因为你要明确区分上涨的原因和族群 到底涨的核心 关键是在于 IP股会涨 还是台积电会涨 究竟IP股在涨 那所以每档IP都能买 还是台积电会涨 现在我们把它区分开来 Keyman是谁 Keyman是台积电 这时候再来选股 我懂了 对不对 八九不离十 你去买IP股 你就不会买错标的 你就是要挑世新创意 你就是要挑世新创意 这没有悬念的事情 再不然 还是锁定台积电 回到设备厂 回到设备厂 刚才讲COAS 所以你看我有多帅 你看我有多帅 今天我们看一档 红硕 灯灯灯灯 亮灯涨停 对吧 亮灯涨停 而且这档股票 昨天节目当中 我就直接跟你预告了 我跟你讲 红硕 它是目前台积电 供应链当中的领头羊 从上个礼拜你就看得出来 上周台股震荡周 它在干嘛 它在创新高 它压回回测月线 甚至月线都没有跌破 它是这一波真正台积供应链的领头羊 它准备要创新高了 昨天节目当中它还在这里 我已经直接告诉你 它准备要创新高了 就算你昨天没有看我节目 你只看我赖的 我也跟你讲了 这是昨天的发文 这里 有没有 台积设备场 本来就是错杀 当中最领头的股票 红硕 有机会过高 讲得一清二楚 明明白白 今天说创新高就创新高 而且它是涨停创新高 帅不帅 可是现在创新高了嘛 哎呦好高好高 1175块 不清明啊 怎么办 不管最近怎么办 这个参考参考啦 好不好 中沙涨了两天之后 今天小跌 小福回挡平凡附近 真的我还是觉得它不错 我真的觉得它不错 它在礼拜三 礼拜三有办法说会 法说会也讲得还不错 法说会也讲得还不错 可是重点不是法说会 我是告诉过你 当台积电越往先进制成走 中沙越受惠 越往先进制成走 中沙越受惠 之前我们跟分享过嘛 当制成从3奈米 跳到2奈米之后 钻石碟的应用 就要再增加97% 将近一倍 3奈米跳2奈米 就要增加97% 一倍将近 那如果再跳到1奈米呢 如果现在都演进到 埃米时代了呢 对吧 所以记住一件事情 中沙前波攻到294 拉回 你与3的距离 你与3的距离 就是你获利的距离 就是你获利的空间 不能讲距离 好不好 所以说294拉回到220 220没卖的 好可惜 220买的 你如果真的到300 你一张可以赚80元 一张探8万块 10张80万 拉到这边 即便到这边 250几 260几 其实坦白讲 价位都还不算太差 而且也不是说300块 一定是终点 不是说这边一定是终点 这叫阶段性目标 这叫阶段性目标 如果后续状况还不错 行情也不错 也许350 也许400 也许500 这不是没有机会 这不是没有机会 第一季 第二季 它的EPS都已经可以让你 看到一些曙光了 好不好 不见得300块是终点 可能再往上是有机会的 但是今天我要特别讲 有一档台积电的设备股 表现特别差 特别特别差 是谁 亚翔 今天什么行情 今天台积电主攻 细光子主攻 设备厂主攻 大涨270几点 它跌了快8% 它跌了快8% 盘中还给你跌停板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这样子 对不对 今天台积电设备厂 多数都涨 多数都是涨的 真的啊 对 星云也涨嘛 只是大涨小涨的差别嘛 加登也不错嘛 你说最差最差 你像中涨这种 小跌0.几% 已经算最差了 对不对 从大涨 中涨小涨 到最差最差 顶多小跌 这种跌不到1% 这种小跌 怎么会有一档股 要跌成这样子 盘中还跌停板 我昨天的节目啊 下方留言吧 还有网友来呛我 来呛我什么 他说 亚翔卖了就卖了 你还趁什么热度啊 卖了就卖了嘛 每天节目讲什么意思 我跟你讲 这就是我的节目 这我的节目 我要讲就讲啊 我要经委同意吗 更何况 如果说我是那种 永远在那边重复 重复说 我亚翔赚150% 赚200% 我每天在跟你讲 这些当年勇 讲到你会腻 OK 你可以说我无聊 你可以聚看我的节目 对不对 提当年勇没什么意思 每次说我这边买 这边卖 这边买 每天讲 这个就没有意思 可是问题是 你有沒有想过 为什么今天设备厂 普遍表现不错 唯独亚翔大跌 唯独亚翔大跌 这才是我要点出的重点 难道真的没有可能 是我说的那样吗 我说什么了 来你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 故事先讲清楚 亚翔什么时候买 3月20号 亚翔宝 对吧 3月20号我在LINE 公开告诉你的 26号再提醒你加码 可是没关系 你就记得3月20就好了 3月20 进场买 对吧 然后呢 哪天跟你讲我要开始卖 4月16号 当天的标题 我说600点跌假的 对 跳空大跌嘛 我说不要卖在这种 没有尊严的位置 尊严有没有讲 我不记得啦 可是我有很明确地告诉你 不要卖在这 之后你会卖得更漂亮 我跟你讲 我要开始卖 但是不要卖在这一天 卖在4月16号之后 之后再开始卖 隔天涨停嘛 对不对 好 记得这两个时间点 4月16号 我说要开始卖 3月20号 我说我买了 现在我们来对照一下 我们来对照什么 我们来对照投信 这是亚翔 下面是投信 投信你看哦 前面几乎 小买小卖 小打小闹 这个都不算 什么时候正式开始买信 这一根 对吧 这一根嘛 这一天是3月21号 这一天是3月21号 3月21号 我哪一天 3月20号 我买了之后 投信开始买 后面呢 买买买买买买 一路买上去 那我说我卖了之后呢 卖了在哪一天 4月16号 来 4月17号开始 投信连续卖超 我说我买了 投信开始买 我说我要卖 投信开始卖 所以各位 你认为 你确定 亚翔这么惨的原因 不是因为我卖出了吗 亚翔这么强的原因 不是因为我买进了吗 不要小看一个分析师的影响力 特别是这个分析师 出身外资 而且一再一再领先法人与媒体 他的一句话 好不好 小弟在下我的一句话 很有可能左右一档股票的命运 你要说 巧合也好 我往自己脸上贴金也行 反正事实摆在眼前 而且无论如何 我们的获利还真是漂亮 我们的买卖点也还真是漂亮 买这里 加码这里 然后呢 卖在这里 够漂亮了吧 超级漂亮 这总没话说了吧 好不好 又快没时间 赶快快速讲一下散热 散热间还是很强 好不好 但是低位阶的表现就是比高位阶的强 对不对 高利今天大涨了 然后呢 当然啦 尼德科超纵 一架锁时涨停创新高 低位阶表现比高位阶的强 好 这都提前跟大家分享哦 那 索罗门今天创高之后呢 有拉回 可是吉茂 依然在解除处置之后 连续四天涨停板 所以系统今天创高拉回 下周一解除处置 有没有机会连续拉涨停 我们期待一下 好不好 最后再看两档股票 昨天节目中分享的 台信科今天创新高 预方今天涨停板 通通有图有真相 好不好 你自己去我的LINE里面看 都有跟你分享 如果这不是影响力 什么是影响力 要找分析师 不就是要找这种的吗 好不好 那一样 做修路日 好不好 有任何持股问题 操作问题 欢迎你 可以透过我的LINE atwin16888 小小鼠 打翻16888 任何问题线上询用 或者也可以透过广告 0801专线 直接话电话进来 我们下次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同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